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常用的函数的积分 那么我们各位同学的话要知道 积分的话呢比起微分来说的话呢 它是困难许多的一个计算 也就是说的话呢我们要熟悉这个积分 我们的话呢必须要了解很多很多的一些元素 这些题目都是我们所谓的元素 因为我们这些题目的话一看到就能够写答案的话呢 对于比较难的题目我们也容易克服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u的六次方的u 来各位同学这个地方应该要不假思索的直接写出答案来 那各位同学要写多少呢 七分之一u的七次方加上c 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不是任何的计算 这是直接的反应 右边的微分是等于左边 那么左边的积分就是等于右边 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没有像前面这么简单了 它这个是放在底下 那么我们要怎么想呢 我们要把它直接做一个改造 这边是u的-二次方 我们这样子看就可以了 -二次方的积分 法则是跟第一题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直接写u的几次 -一 -二提高一次就变-一 前面要补上一个它的导数 还是一样 -一的导数还是负的 负一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写这个答案了 再来看这个 根号u 这个题目的话呢我们好像做过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直接把它改造成u的二分之一次方 那么我们就直接写答案哦 直接写多少呢 u的二分之一提升一次就变成二分之三 前面补上一个三分之二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根号又放在底下 那怎么办呢 开根号 各位同学知道 开根号就是二分之一次方 放在底下就变成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u的-二分之一 那么我们怎么对付呢 一样也把它拉高一次 -二分之一加一是多少 正的二分之一 前面还要补一个数字 补谁呢 补二分之一的导数 那就是 二 那么这四题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多项式的题目 来我们再来看 现在来看右边 这个的话呢 谁的微分的话呢 是u分之一呢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是一个特殊状况 我们刚才有介绍过 我们是nature log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如果你们觉得 log的这个叫帧数 帧数的话呢 一定要为正的 那如果你要加上绝对值 我们也是很OK的 那不加绝对值 我们只要付诸 u是大于0就OK了 再来看 cos的积分是什么呢 sine的微分是cos 所以cos的积分是sine 记得这里是u u 那么这边也是u 再来看下一个 sineu 底u 谁的微分是sine呢 是cos吗 不对 cos的微分是负sine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就写了 加一个负号 cos的u 加上c 再来看这个 这个的话呢 也是常见的 三角函数的积分 谁的微分是sine的平方呢 这也是常常见到 如果看到了这样的积分 那各位同学 要直接写答案 叫做tangentu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看 下面的例题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积分1加u平方 分之1的积分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它其实并不容易 那各位同学 可能已经忘记了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反三角的一个单元 我们来回忆一下 arctangent的微分是 1加上u平方分之1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写的是 arctangent 这个会比较容易忘掉 但是这个积分 是蛮常见到的 那各位同学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想想看 这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前面 我们有证明过的 这个是 arctsine x加上c 注意的 我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是u 这边是u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不能写x 我们这边要把它改成 u 这边一定要一致 这边一定要一致 再来看下面这个地方 1的u次方的积分 那么我们就照超 那也要注意哦 那也要注意哦 这边的变数 这里是u 这里是u 这里就一定要u 你绝对不能够写上一个x 如果写上x的话呢 这个答案就是错误的 再来看这个 这个的话呢 是也是指数函数 可是的话呢 它的底 它不是我们所谓的euler number 我们不是所谓的欧拉数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来回忆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各位同学来想想看 如果说数字的这个 这是我们一般的 那么怎么做呢 这个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我们还是一样这样做 但是会多出一个 nature log a 那么我们来想想看 谁的微分会变成它 那么我们当然就要照超 这边是a的u次方 那么我们做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右边的微分 会多出一个lna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边要补上一个 lna分之一 别忘了再补上一个c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来做一个 抵消的动作 这些常用的积分的话呢 相当于就是我们的 一个积分的一个元素 如果各位同学的话呢 把这些元素的话呢 都很熟练了以后 有些难的题目 我们就利用了这些结果 就直接就可以做出来了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